可能有感受到最近的物价有上涨的趋势 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公布了 4月份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下26年来新高 通货膨胀可以说是近在眼前了 来听听财经专家丁雪文的看法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们要谈的议题呢 又回到最近金融市场最大的忆忧 通货膨胀 5月13号美国商务部公布4月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数据高达4.2% 4.2%这个数据高不高 事实上如果扣掉核心的所谓能源跟肉品的话 它还是高达3% 其实创下了1995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CPI确实非常的高 而事实上就算单月去比较的话 其实在这个月 它整个季节性调整之后 还是有0.8% 也比3月份的0.6%高了很多 这整个都在告诉我们 其实通货膨胀的隐忧确实越来越高 那很多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现在会有所谓通货膨胀的隐忧 大家都知道 过去10年 因为全世界都希望能够稍微刺激通货膨胀的增加 包括日本的安倍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习惯了所谓低通膨跟低利率之后 其实资金就越傻越多 加上去年COVID-19 大家被封锁隔离之后 所谓报复性的消费一下子出了来 这两股力量加在一起 就让大家看到 最近其实全世界 很多的所谓的产品的价格 都蠢蠢欲动 而事实上 现在所有的投资人最担心的就是在问 我的投资组合 或者我的金融产品 到底要怎么去对待 事实上我们可以先看 美国政府的态度 不管你去看叶伦财政部长 或者你去看FED的主席鲍尔 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强调 升息不会太快有所动作 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因为 过去十几年 其实全世界的央行 他们从本来很担心通货膨胀的鹰派 慢慢转为鸽派 基本上都认为通货膨胀 不会那么快来临 即使纾困 即使刺激 也不会有那么快的物价出现 不过其实金融市场的反应 确实已经开始出来 在这个所谓的CPI4.2%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看当天的反应 金融市场 当天一度下跌681点 甚至台湾人最关心的台积电的ADR 也一度下错了4% 这代表其实金融市场确实有点担忧 主要原因是过去一年半 金融市场走得太快 太凶了 而我们再回去看 通货膨胀通常在金融市场 会关心两大核心指标 第一个 大宗商品 那不用怀疑 大宗商品的价格在过去半年 涨得非常的凶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所谓的抗通膨债券 TIPS 抗通膨债券因为是连结CPI 所以抗通膨债券 最近的价格也标得非常凶 这两个指标就告诉 所有的金融市场 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 确实已经开始发生 全世界都在问 现在的金融市场跟通货膨胀之间 我们要怎么去看 基本上我要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个 大家必须先知道 不管疫情过后的世界怎么样 全球化确实退位 而全球化在过去 是透过制造业的全球化 让全世界能生产出 性价比非常好的产品 我们会觉得价格都能够持稳 而全球化一旦退位 其实确实对物价的上涨 会形成一种隐性的push 压力 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谓全世界的供应链 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会破坏 所以供应链一旦因为中美的对峙 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 它会开始启用自己国家的劳工 而劳工一旦不能输出 工资就有上涨的机会 而工资上涨机会 当然通货膨胀的隐忧 包括企业可能会调升物价 员工可能会要求加薪 这会是第二个通货膨胀的隐忧 而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各位要注意到 现在的拜登或者白宫 他们已经把过去的第一任务 是通货膨胀 慢慢移上了就业计划 而就业计划里面 其实拜登是非常支持工会的 所以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加上疫情过后的 零工经济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美国也刚刚通过了一个法规 认真的认定零工经济 要纳入所谓的聘雇员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工资上涨的压力也是很大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在看整个金融市场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隐忧在出现 过去我们最常关心的是 美国十年急工债 事实上最近它的价格 已经从1.62% 涨到了1.69%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确实越来越有一种 津津涨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 资金的刺激政策 仍然在持续 消费者的需求再增加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的变化之后 金融市场能够走稳 带给大家很好的财务回报 可是通货膨胀 我仍然要提醒大家 仍然不可小觑 如果你小觑它 可能将来 其实在投资上面 还是会有受伤的机会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通货膨胀的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